众所周知,西方国家一直对我们实行最为苛刻的技术封锁,再过去,当我们的短板邻居向西方学习时,重要技术往往对中国禁止转让,即便是武器采购,共同研发和联合社产这些合作项目,中国也都被迫处于劣势地位,不过最近几年有了新变化,中国这些领域领先世界,终于轮到我们反封锁了。 近日南的意志报报道,中国力量已经无法忽视,法国曾经想把用幻影2000的相关技术送给中国,以此求取和中国量子计算,量子通信的合作机会,同时英国想得更好,想以英国发动机的标准为主。 两国共同生产制造大飞机发动机,后来美国也坐不住了,中国空间站即将正式面世,此后全球将只有中国有空间站这一超级工程。 老美就想把部分航天技术用于中国的空间站,但是这三个请求全被中国拒绝了,作为欧美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。 近日我国也让欧美也是事反封锁的滋味。 想想曾经中国多少个领域,被欧美掐着脖子无法突破瓶颈,如今中国不断的大飞机制造,超级计算机领域领先全球,更是成为首位发射量子卫星的国家。 于是六年正式发射了量子卫星莫斯号,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专门发文着,莫斯号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标志。 沉寂千年中国再会发明创作之巅,一年之后,中国再次轰动世界,由科大联合制大共同公关的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横空出世,其运算速度整整比第二年快了两万四千多倍。 此外,量子技术结合军工技术双减合币,迸发出来的威力更是不容小觑,未来战争的置身机里将由量子军工掌握, 拿老美赤资万亿美元研制的F22、F35项目来说,以电磁引擎技术轰动全球,但在中国研制出的新型量子雷达面前,引伸功能只能失效不起作用。 综合来讲,只要中国保持本心刻苦钻研,复兴之末未来可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